太阳谈点凌晨星期见 今天我们来的是展览路的一家老店 京城清真美食第一楼 红宾楼 昨天晚上发了个动态 让小伙伴们点菜 这就是你们点的 4到5个菜 其实我本来还想点 然后被摄影小妹给制止了 因为这家店确实比较贵 我们点的这些全都是小份 先给您说说这些菜 是那把菜价也告诉 这是半份红烧牛尾158 这个是小份公报虾肉80 小份的独面筋28 腰果鸡丁48 这是小份的盐爆散的148 几个菜已经400多块钱快500了 本来我还想点 但是神友小妹非常愤怒的制止了我 所以这5个菜咱们就吃吧 红宾楼最有名的红烧牛尾 一共就4块 4块158 这个闻上去倒是没什么味道 但是整个这个糊感觉挂得很厚 外边可能像是个皮冻似的东西 而且牛尾非常的酥软 它已经炖的 直接这么一扒了 其实它就已经肉就已经下来了 尝尝牛尾 吃话说我觉得这个牛尾 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 虽然它非常的进味 而且非常的香 但是我吃起来就是口感 类似于咱们平时吃那个牛肉罐头的口感 就是它炖完了呗 它不是那种软烂 就是整个里头一丝一丝的还是纤维 但是纤维全都是断开的那种 就是你用嘴一抿它纤维就会断开 然后就感觉像是罐头的那个感觉 但是味道还是很香的 而且肉非常多 这还不错 非常的酥懒 肉整个就是已经是脱补的 虽然这个口感确实有点像那种 罐装的牛肉罐头 但是它应该比牛肉罐头的口感 吃起来稍微韧性更足一点 那就不像牛肉罐头那么辣 但是还是稍微有一点这种 牛肉鲜微的感觉 但整体口感确实像牛肉罐头 148 延爆散单 散单就是羊肚 百叶是牛肚 这个菜它应该上桌的时候 就是它应该炒熟的时候 先烹了一点这个锅边醋 上来的时候醋香味还是比较粥 这个怎么说呢 就味道很正 真是已经嚼不动了 这个散单我觉得好差 我再尝一块 看是不是就刚才那块饱了 真的不行 这个炒的确实有点嚼不动 整个这个菜的味道没问题 吃起来很香 而且味道也很足 而且最后也有这种 稍微有一点这种胡椒的辛辣味 但是确实口感比较差 嚼不动 上吃口羊肛 公保虾球 80块钱 这个虾球比较大 然后颜色配的也好 我吃完它以后 我就怀疑它是不是叫公保虾球 因为它不是那种特别正宗的川菜的公保汁 就是类似于家里随便做的那种公保汁 没有那么突出的这种公保虾球的味道的那种公保汁 但是其实也很好吃 而且虾球这么大吃起来的非常过瘾 这个菜味道确实不错 但是它确实不是那种很正宗的公保汁的味道 这个就感觉就是小时候我妈在家糊弄我给我做的那个公保鸡丁的那种 公保鸡丁的味道 就是它应该是家里头用简单的几种调料配出来的那个公保汁的味道 这还挺怀念的这个味道 再来一个 这大虾都吃着真爽 猴震最爱对吧 腰果鸡丁 然后我选吃腰果鸡丁 嘎吱吱嘎吱嘎吱香 尝尝这个腰果鸡丁 首先它这个鸡丁是鸡腿肉炒的 吃在嘴里这个口感非常好 能非常充实的这种味道 而且调味调的也很好 它这个切尾尖吃到嘴里是没有那种淀粉的味道 完全就是整个这个鸡肉的这个汤汁的味道 这个好吃 腰果 还是脆的 大汁是大汁是不是香 这个好吃 我们点的最便宜的一个菜 独面筋 这个也是小伙伴推荐的 虽然我们那天在奥巴南京也吃了一个特别好吃的独面筋 所以在这还是点了一个再尝一下 这个独面筋 味道真好 非常的进味 而且它是那种鲜味 就是笋跟香菇炖的这个肉汤的这个鲜味 完全吸收到这面筋里 独面筋一定是个拌饭神器 味道非常浓郁 这也好吃 我觉得这三个菜确实不错 这两个真的挺失败 而且这两个菜就300块钱 必须三连 必须三连 吃了一半了 要补露一点 吃这个红烧牛尾 尝了一下胡萝卜 然后是脆的 就吃起来就是感觉 牛尾炖好以后 然后又把胡萝卜 放进去的那感觉 又感觉这个像是个 就是半成品 出来就挖出来以后 就直接给你上 这个真的比较差 我觉得如果吃红烧牛尾的话 第一选择燕蓝楼 第二选择紫光圆 我觉得紫光圆都比它好吃 这个甚至都不如 摄影小妹他妈做的那个红烧牛尾 米饭也非常神奇 点了两碗米饭 一碗满一碗瓶 我们也不知道为啥 我们已经吃完出来了 一共点了5个菜 花了456 就总体评价一下 今天吃的不太满意 感觉这家店有点名不腐蚀 但是感觉这红烧牛尾真的不好吃 就是吃到后面就感觉 这红烧牛尾就真的越来越像 这个罐头装的这种牛尾 稍微加热一下就给你端上了 胡萝卜基本上就算是生的 然后牛尾吃起来 这个口感虽然很软烂 但是感觉太碎了 就是感觉真的很像 怪儿装的这种 我觉得还不如燕蓝楼的好吃 盐爆散单吃起来就更搞笑了 感觉像吃烤羊糖一样 根本就浇不动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吃过的 这些盐爆散单里头 最差的一件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它会有这么高的排名 虽然味道很不错 但是真的嚼不动 然后但是其他这几个菜 确实不错 腰果鸡丁 嘎嘎嘎嘎嘎嘎嘎 不是香 腰果也好吃 鸡丁也好吃 还有毒面筋 然后我觉得也非常入味 而且吃起来鲜味非常足 还有公爆虾球 吃出来满满的都是回忆 就是小时候我妈骗我 做公爆虾球的感觉 然后味道很接近 它不是正宗的这种 公爆虾球的味道 但是吃起来还是很好的 特别是虾仁真的很大 而且还很新鲜味道不错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期太阳探店 北京探店哪家羊 新宽铁盘取太阳 拜拜